今天马插虫给大家讲一个无哨的故事 走了啊 回去开慢箱 2015年8月14日 河南某地的李老太大顺风车送孙子回家 四岁的小孙子跑前面 先进了家门 到了卧室 看到妈妈躺在床上盖着被子 年幼的孩子以为妈妈在睡觉 可是婆婆走上前去 一看就吓了一跳 而媳妇李玉 赤身裸体躺在床上已经死去多时 李老太赶紧报了警 警方很快赶到现场 并做了勘察 屋里的电视机和影碟机都开着 机器里是一张成人影片 经过勘察 凶手是从墙头跳进院子的 死者32岁 带着孩子生活 案发时 孩子被奶奶接走 凶手与死者发生关系后 用皮带将死者勒死 死者丈夫于2013年车祸去世 死者没有在家 一直单身 案发时孩子不在家 凶手对死者家庭情况应该比较了解 死者生前有过性行为 并且在观看扑克影片 很可能是情夫或者男友作案 为此警方走访了跟李玉关系比较好的邻居 证实了李玉没有交男友 在走访中 村民顾思就反映 住在李玉家前门的吴绍 曾到过李玉家做了停留 昨天下午 我看到吴绍去过他家 警方对吴绍进行走访时并没有找到他 根据发型依旧开的铁根反应 吴绍那小子慌慌张张的上山了 好几天都没见他下来 通过分析 吴绍有重大作案嫌疑 警方阻止了搜山行动 经过三天的搜查 终于将躲藏的吴绍抓获 面对警方 吴绍拒不承认杀人潜逃 不是我杀的 是马刹虫干的 你们抓错人了 我们警方有在你面前说杀人吗 你好像全都知道 他自以为聪明的说辞已经出卖了他 面对警方的质问 吴绍沉默了 我劝你还是老实交代 你的小戈斗留在了死者体内 你不说也没事 我们能验出来 我 我承认我和他打不克了 但我不是承计要杀他 在警方做了一番工作后 他开口了 吴绍跟李玉家是邻居 二人相差三岁 论辈分李玉是吴绍的二嫂 案发那天 他正好去李玉家串门 二嫂 洗衣服呢 吴绍 今天不上班啊 李玉一边洗衣服 一边跟他聊起家常 当时李玉穿了一件有些透明的衬衣 看得吴绍热血沸腾 下面硬邦邦的 眼看裤装要拱起来了 赶紧起身要走 二嫂 我那啥 先走了 好嘞 我儿子去奶奶家了 没事常来玩哟 回到家后 吴绍就一直想着白天的事 当时那场景 聊不得他大半夜都睡不着 我儿子去奶奶家了 没事常来玩哟 脑海里总是二嫂那迷人的身影 在晃动 哎呦太硬了 不如去看看二嫂在做什么吧 说干就干 吴绍悄悄翻墙 跳进了李玉的家里 从窗帘缝隙中往屋子里看 李玉正趴在床上看电视 可电视里那些画面也太刺激了 这谁扛得住啊 实在憋不住了 就冲了进去 吓得李玉赶紧关了电视 二嫂 我好想要你 你就随了我吧 不是要你干嘛 不要啊 你一个人看这个 不是你想的那样 走开 我比里面的男的 还要会 保证全都给你 都给你 不要啊 二嫂 你太棒了 我好喜欢你 你这畜生 你这混蛋 我一定要报警抓你 告你强奸 你这骚货 老子满足你了 还想抓我 想告我 让你尝尝我的一封裤 去死吧你 吴绍害怕事情暴露 勒死李玉后 逃到山上 最终吴绍因强奸杀人罪被判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